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节目时间 这一节和两位谈谈黄金 世界黄金协会公布 6月全球黄金ETF 总量增加104吨 连续7个月录得淨流入 总持仓去到历史新高的3621吨 先看看上半年的升势 其实上半年的升势 是否都是避险情绪主导 这就是可圈可点 3月中股市跌 金也是大跌 所以是否完全避险 又未必是 但当然 今年重点的主题就是联储局 由之前讲加息的 突然间变成减息 甚至乎要做两宽 你要知道当美元供应多的时候 其实金是一个挺好的对冲 所谓对冲通胀的情况 所以变成很多资金 就买回到黄金那里 你说是否是对冲 避险呢 我觉得是对冲风险 或者是找多的资金属去炒 因为你现在看到 上一节我们说了 股市又贵 债市其实息液也相当低 变成这样去看的情况之下 大家记得08年 开始QE之后 其实金价就会提升 大家可以幻想一下 会不会今次联储局 扩张三万亿的资产负债表 似乎不再令到金亦都可以推高 我觉得这件事 都是大家觉得 一个长线地 可以做一个部主 分散自己的风险 其中一个产品 变成资金慢慢流入 你说真的 流入到黄金的速度和量 又不是想想中来得那么多 不过近期是明显多了 原因是你看到 上了1700至1800 其实大家对黄金的投资需求 似乎慢慢有一个上升 我相信这一段时间 都是投资需求的带动着 因为看上半年 全球证流入734吨 大约400亿美元左右 都远远超过去年 协会都说到 其实投资者都是那几件事 憂慮疫情方面 第二次爆发 以及我们刚才说的 央行不断买债 推升黄金投资需求 Herry这个情况 下半年都持续 因为我们刚才也说 疫情方面 都不太见到曙光 是的 暂时来说 你各控因素 我都想不到哪一件事 是不会推高金价的 包括你最传统说的 即是实际利率 即现在的通资不是很高 息率也更低 即实际利率是负数的 所以一负数 金价便有人去买 即是多与少的意思 这是理论上去看 另外实际上去看 现在你看到 除了疫情不停地 令到大家的避险需求增加之外 坦白说 中美贸易之间 都真的不太好 即是所有关系 甚至政治层面所说 你现在看普遍的分析文章 都开始写下 其实不是贸易战 可能中美会打金融战 即是你跟我说 即是怕好像港元 美金不行的时候 我就去开个离岸户口 然后转向美金 开心心 一了八了 但一对大资金来说 难道他又去开个离岸户口 那是不行的 所以他们也会在部署上面 会放到一些金的ETF 或相关的产品 亦都推升了需求 所以暂时来看 对于金价来说 为什麽 数起来有四五个因素 推上来 你可否看到它升得好似 很急 看到推升金价方面 超过八年高位 到1800美元 现在是1820美元水平 高盛看未来一年 就有机会去到2000美元 我们刚才也说 很多因素都继续推升金价 未来的金价方面 2000美元水平也不太夸张 我是看好的 我觉得到2000美元 就绝对不夸张 因为你看到2000美元 其实你现在都在说 一成左右的水平 你看到其他资产价格 升幅度远远超过一成 再加上下半年 亦有美国大选 再加上疫情预计有第二波 这几方面都会推高金价 但是当然了 你说金价一路一路去到升 是否代表着只升不跌呢 这个暂时看 就未见到很大幅回调的因素 除非突然之间 全球利率突然上升 即你的投资突然变回正数 或者是向上的时候 才有机会 有机会可能令大家觉得 买黄金不会生息 减低了它的投资意欲 不是的话 相信金价继续持有支持 当然要小心的是 它可能波幅变得越来越大 原因是 其实有很多现在的需求 都是来自投资相关于ETF 这个其实有一个雪球效应 升的时候每个人都冲进去 突然之间跌几个百分比 人们就会立即离场 所以变成金价的trend 是向上 可能波幅变得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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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 也不出奇 哈利呢 如果简单说一下 选择产品方面 即是ETF 还是买实金 紫黄金 这些会比较好 我自己觉得 如果你要熟知产品的结构 如果你说 你是玩开期货 我觉得期货是最直接的 最快的 可以短线炒卖 破坏追 但如果你本身不是玩开那种 你便普通通玩一些有实货的ETF 虽然是慢一点 到最后 你每天看着股市 才会搞金矿股 这些风险的位纳上 是会差得很远的 接下来我预计金价 会一直慢慢地上升 直到有什么消息走出来 直到我们这么多个所谓推升的因素 有一个转变 我觉得最容易转变的 这个是可以推升可以推跌的 就是疫苗 一走出来 可以普及到好像打卡戒苗 可能会令到金价真的会有些反复 会出现了刚才Edit所说的 波幅很厉害 是我们上上下下大幅地走的 那时候我们才会再算 师傅 两位都继续看好金价